高雄 PLAY NONSTOP 上級小肥走訪高雄岩城 古山吃遍美食 四處玩透透 不過不夠不夠 這次再加碼 今天來到奇經尋找 美道庫人氣打卡點 體驗港都人情味大本營 也是 快跟上下班攻防法的腳步 到高雄呼吸嘴道地的人情味 來到高雄有一個 推薦必走行程喔 大家一定要來這邊 搭搭船到奇經走走看看喔 沒錯啦 來到海港城市 沒有搭到船實在太可惜了 沿途可以欣賞高雄市景 溫暖陽光混著鹹味海風 悠閒的氣氛實在是太舒服了 渡輪下船之後 可以看到有在租這個 電動腳踏車 找一個聖隊友來幫你負責開 你就可以平平向上坐在後座啦 我說小肥啊 你真的是來行喔 出來玩輕鬆不費力才是好棒棒 騎腳踏車欣賞沿路熱帶風情 感覺就像在國外 有一個假期耶 來到奇經啊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彩虹教堂 有各種顏色組成的一個方形的門 然後還有中間的一個 比較白形的拱門 跟旁邊那種三角形的門 怎麼拍都美麗 記得來這邊拍張照 打卡上傳囉 小肥 Wait for me 我也要拍 寫信告訴你 今天 還是什麼 好了好了 你再唱下去 觀眾就寫信投訴你了 但說到聽海 既經有一個千萬不能錯過的裝置藝術 讓你一次聽海聽個go 真的非常的大耶 而且旁邊就是海邊嘛 那個浪潮打過來的聲音啊 會經由這個大配格啊 聲音再這樣子轉一圈回來 更有立體感了 聽海浪一波一波襲來 我的心情都平靜下來 下一站來到風車公園 你看他們風車 一整排這樣過去 是不是很壯觀 對面就是台灣海峽了 一望無際啊 太美了 是不是 看著這片海 心情都跟著開闊起來了 只是啊 我們出來那麼久 口真的有點渴了耶 這滿滿的草莓也太療癒了吧 現在來吃吃看 好甜喔 有錫的水果真的好好吃喔 吃起來就不會有硬心的感覺 裡面整顆都是熟透的 一點點微酸甜甜的 然後加上它的草莓雪花 好甜蜜的感覺喔 不只是甜蜜 根本就是戀愛了啦 美好的感覺 只能用你的舌頭來存檔啦 接下來啊 阿嬤要吃的這味道 很特別耶 番茄切片居然要沾 油膏還有薑末 剛剛有可能 到底有什麼神秘之處 哎呀 沾了滿滿的醬 很好吃耶 蛋了 我回台北吃不到這味怎麼辦啊 對啊 要怎麼辦 欸不對 小肥 你才沒吃幾樣 就被拐走了 再繼續下去還得了啊 起經你怎麼那麼壞 這一站阿肥要帶你來吃 什麼叫做 架槓的高雄人情味美食 有他們這個米糕 然後肉丸還有這個四神湯 馬上來吃吃看它這個 飯力很Q耶 而且呢 加上它這個魚鬆的香氣 還有這個老闆自己滷的這個肉燥啊 真的很棒 很對味耶 我要崩潰了 那旁邊的肉丸 肉丸呢 喔 這醬汁調得好厲害喔 吃起來帶有一點點蒜泥的味道 鹹鹹甜甜的 然後配上這個肉丸 這個肉丸整個都已經蒸透了 然後加上他們這個肉末 一起下去吃 好過癮喔 怎麼那麼厲害 老闆這個真的QQ的肉丸 真的讓人一吃就停不下嘴巴啦 只是假逼哥客肉丸 還要來上一碗素形湯 哇 它配這個料好多喔 可是這碗四神湯裡面 沒有那些藝人拿蓮子的料耶 哈 到現在你才發現 老闆為了讓客人 享用最美好的味道 特地把藥材打成泥 讓中藥芬芳徹底散發開來 配上處理的乾乾淨淨的豬腸 喝下去溫潤香氣覆蓋口腔 看似簡單的細節 隱藏了店家最細緻的人情味 只是喔 身為文青的我們啊 最喜歡的還是去圖書館 拍照 打卡 不對 不對 是看書 關心世界 你相信嗎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總圖 它整個建築物都是綠建築耶 旁邊大家可以看到桂花樹梨 有效地阻擋陽光進來 而且它的建築物也很特別 中間挖了一個天井 可以讓這個建築的採光性更好 沒有錯啦 明亮的空間 舒適的設計 獨累了還可以到頂樓的空中花園 看看風景 實在是讓讀者流連忘返捨不得走啦 雷蒙卡佛有一首詩 將兩個一大早 小飛 你再捏下去 我臉也要漆黑一片了啦 剛剛就跟我說你拔豆腰 現在還在那邊假鬼假怪 總重介紹高雄人情味大本營 林雅夜市 頭一攤呢 你看喔 有南風滷肉飯啊 也是很有名的一家名店喔 還有啊 你看這邊 老牌的北塘粿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耶 沒錯啦 聽在地朋友介紹 這家絕對不能錯過 小飛 快試試看 到底是怎麼樣啊 外表好吃喔 果然化身軟 天鮮好好吃 它這個呢 裡面呢 像是那個麻糬 咬起來會QQ的 可是吃起來又很像我們的麻糞 然後會有一點點鬆鬆的感覺 然後裹上這個花生粉 好香喔 客人啊 你有聽到嗎 那個炸得酥脆的咳嗽聲 是你不能錯過的選擇啊 林雅夜市還有這一筆 就是這個古早味的燒肉飯 你看這麼大一片耶 而且你看有肥有瘦的 好香喔 哇 這個肉片有蜜汁燒烤的味道耶 整個都醃進去了 你看這滿滿的一碗飯裡面 還有加這個高麗菜喔 還有這個酸菜 最重要的還有滷肉汁 我們稍微拌一下 然後一口肉 一口飯 把它扒進去 好滿足喔 看你這樣吃啊 我都想來上好幾碗了 總覺得還不過癮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 還有啊 小飛接下來要告訴你們這一家 在林雅夜市也是強強棍人 季紅不浪的啦 小飛 你真的很會耶 那我要來一份必點的鴨脖子 那個花乾看起來好像也不錯耶 我還想要 小飛啊 你怎麼就拿走了啦 喂 哇 先來吃吃看它的甜不辣 很Q耶 這甜不辣真的有滷進去 很好吃耶 我還要點這個花乾 這麼大一塊 有點像餅乾的感覺 但是呢 滿有嚼勁的 哇 哇 哇也太厲害了吧 那重頭戲的鴨脖子呢 補進去一抿 肉就下來了耶 老闆真的滷得很厲害耶 我怎麼有辦法把那個醬汁滷了 這麼 這麼進去 而且鹹甜鹹甜的味道剛剛好 是不是很棒 但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高雄美食那麼多 身為失禍的我們怎麼會放過 夜市美食第二彈 瑞峰夜市 老闆 你好 你好 美鳳姐 你好 老闆 你們家的招牌是什麼 有鹽燒跟叫招這五種口味啦 這兩個是必點的啦 這兩個我們就賣了九年多了 先看這個鹽燒雞好了 OK 看它鐵板上煎得金黃金黃的烤肉 我真的又受不了了 好鮮嫩喔 它外表處理得酥酥脆脆的 可是裡面咬下去啊 它的雞肉好嫩 而且很多汁 它也有一點點孜然粉的味道 這家用料實在的串燒啊 有著老闆的用心調味 難怪一開攤 就是人氣搶搶滾啦 就是這一間酥炸大魷魚 很有名耶 謝謝… 你們看 這個尺寸很驚人吧 比我的臉還大耶 好酥脆喔 裡面的魷魚還是很多汁 但是它在外面裹上那個粉 再撒上它們一點點特製的 那個胡椒鹽 很香 這酥炸大魷魚 實在是太犯規 太超過了吧 魷魚這一圈一圈的魷魚啊 讓我好想去套圈圈喔 謝謝了 好 我來努力一筒 你看後面越大的呢 獎越大 那我現在還是一個最絕面的好了 所以我們公司有高手 誰 誰是高手 真的假的 餅乾你來告訴我你的目標 是哪一個 我都是拿著扁金 然後丟出去 好險沒中耶 好險沒中 那我的飯碗怎麼辦 於是就在兩人互相嗆聲之下 套圈圈遲遲沒有進展 這樣可以嗎 謝謝 我們今天成果豐碩 謝謝 0分 真的不是我在說耶 實在是爛透了 爛到我又想吃點東西 來消消我的憤怒啊 這個就是口香糖啦 吃下去 爛爛爛爛那種感覺 真的好像口香糖喔 剛剛老闆還有推薦一個叫做 樓梯 是豆類製品啦 很像豆皮那樣子的 很好吃耶 豆類製品啊 就是很好把那個滷汁都吸進去 所以它整個這個樓梯 吃起來的那個 味道非常的濃郁 還有這個 絞筋類的 給我來吃吃看 這個好Q喔 可以就是邊走邊吃 然後配個飲料 來配這個絞筋也很棒 在夜市可以邊吃邊逛 實在太放風了啦 只是逛來逛去 好像該喝點什麼耶 這一家的阿肥點的是它的 好好喝喔 鴛鴦奶茶它就是加了 那個咖啡紅茶 還有 鮮奶去調的 它的奶味真的很濃 因為它們用的是 高大牧場的鮮奶 來夜市實在太享受了啦 有吃有喝又有玩 高雄實在太讚了 只是小肥啊 你又在幹嘛啊 你不知道這間嗎 我在買肉素飯耶 你來高雄 如果沒有吃過這三輪車肉素飯 別說你有來過高雄喔 這家在瑞豐夜市旁的懷舊美食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美味啦 就是這一碗肉素飯啦 品嘗看看 它整個白米都被這個滷汁滲透的 非常非常的金黃色了 它們這個肉素很特別的喔 是這個帶皮的肥肉 吃下去真的好滑溜喔 外表簡單 居然蘊含著如此深厚的功力 讓人一吃就嘴巴停不下來了啦 但除了肉燥飯 每日立湯也是不能錯過的喔 酸菜的精華散在湯頭裡 雞肉也燉到了骨肉分離 喝下去啊 就像家人的關愛還有溫暖 甘甜清香 深夜來上一碗 實在太舒服啦 但是這樣的舒服不會結束 下一集下盤勾放吧 要帶您到鳳山美食快閃 讓你一次舒服到底 跟著我們講師好幸福 嗯